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又到了一大早说设备的时间啦 这是第18集 大家很喜欢看傻傻的大叔做蠢事啊 觉得自己很聪明 对 这把吉他其实之前讲过了 但是他今天有一个新的状态 就是他一弦断掉了 我在调弦的时候 调一调常常一弦会断掉 因为他最细嘛 所以你在买弦的时候 通常会背一根一弦 那我倒是不会 因为我断掉了我就不装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弹五弦的吉他 如果你想要看我用五弦吉他的作品 你可以收李超叔叔空一格五弦吉他 以前其实我很少弹 因为他太高了 太尖锐了我不喜欢 我喜欢低沉一点的这种音乐风格 比较低调 因为我是一个低调型的大叔 每次这种琴弦变成 吉他变成五弦吉他的时候 我就会用他演一些比较 比如说比较欢快的歌的低调的版本 比如说 我想想看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走进沙拉沙漠 共舞一人站在太阳下 这1616 16.6 fro 话要混化我的眼珠 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 鈴达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美丽的世界里找自己 哇啦啦啦啦那天在下雨 哇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 哇啦啦啦啦流入我的心 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 不用跟我说我无私乱想 哇啦啦啦带我去领域 我只希望能够再让我再次回到那美丽的世界里 找自己 对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少了一根弦之后大横暗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大横暗的时候 我常常会把一弦不小心按到闷掉 还有就是五弦为根音的横暗 五弦为根音的横暗 我常常一弦是被我的无名字碰到 所以没有声音 那现在反正没有一弦了 我就很高兴了